龙婆坤大师生于佛历1923年 大师母亲在怀孕前 曾梦到有位天神慢慢飞到他身边 与他说 你们夫妻多世以来广行善事 今天特意来送上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是将来的佛门至宝 可广传佛法 说完取出一粒水晶 送给龙婆坤大师母亲 母亲梦后不久便怀身孕 经十月怀胎便诞下现今的佛宝 龙婆坤又习佛学20岁出家 大师自小在家乡班里的 一间佛寺上学 僧人除交常规学校里的知识外 还会教他学习巴历文 龙婆坤大师便在佛历2487年的5月5日 在瓦多塔佛寺庙成了僧人 自那以后 龙婆坤大师先是学习僧侣信条与守则 然后先后跟随龙婆定等 多位当时的高僧 学习佛法 打坐和一些基本的法术 之后由另外一位恩师 龙婆公指导 又经历了多年的深山 及密林的苦行修炼 还从龙婆公那里习得了 让龙婆坤著名的 经侦入体法术 每天有不少泰国人 从四方八面到高僧所在的 去班利佛寺 等上一天时间 只希望能够让高僧 扑一下头 得以改运 如果有幸能够得他 吐一淡口水 那就更加了不得 事实上要得到 龙婆坤大师亲自接见 非得机缘身后的人不可 纵能与他见面 也不一定有机会得到 他的加持 在众多跪拜的善信中 大师会每半小时 手持一支木棒 走在善信前扑头 可是就有些人 无论怎样 走进大师身边 都淹没在人堆里 无福承受大师的手中棒 如能够获得高僧 较入其境事 亲自吐口水 祝孕 更加是善信帮昧以求之事 师父在泰国佛教历史中 是泰国妇孺皆知的 扑头和尚 又是与龙婆陪 龙婆本 并称泰国近代 三大圣僧 且被美誉为活财神 在泰国无数善信奔波于 龙婆坤大师四前 只求大师给予祈福 或扑头 就连泰国国王 见面大师都会 前程跪下 让大师为其祈福 在1993年 泰国一工厂发生火警 一名正在上班的女工 为逃离火场 不惜从三楼窗门跳下来 但竟然无任何损伤 她说在跳下来的一刻 眼前只见一道光芒 这样就跳到地上 问她为何仍生还 她个人相信是 佩戴了龙婆坤的佛牌有关 全因为大师的神通 令她大难不死 龙婆坤大师的法语 时时用这个佛牌 来提醒自己 这个佛牌就不让你做坏事 不是说有了佛牌就很厉害 这不正确 师父的一生帮助过无数人 度过难关 由她募捐的寺庙学校 遍布泰国各地 她的神迹被人们口口相传 很多人得到她的祝福后 身家万贯 所以在泰国 被称为活财神 龙婆坤大师原济于 佛利2558年 5月16日 龙婆坤大师的遗体 在原济后24小时内 捐给孔敬大学医学院 做研究 当天在这龙婆坤大师遗体 的灵车 开往孔敬府大学的路上 从泰国全国来调念送行的 上万信众 都默默地追随着灵车 送师父最后一程 两年之后 师父的遗体火化 洒入湄公盒 这更是史无前例的 点个关注 带您了解 泰国南传佛教